这其实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最悲伤的其实是您 没错 在当初毫无保留地去爱她的时候 被她那么无情地对待 你走了 走得很果断 当她把你再找回来的时候 你心里头已经把过去的伤害 预演过一遍又一遍 你知道最悲哀的地方就在哪吗 在于你明明知道这个人伤害过你 你也知道他以后可能还会再伤害你 但你还决定无望地爱下去 他看上去的仿佛是你在报复 但其实你是人在门前 一只脚在里头 一只脚在外头 你随时等着他又回来的一次让你滚 而你觉得等到那一次 那一声的滚再一次响起的时候 你希望走得不要那么疼 不要那么狼狈 不敢全部投入 让自己明明还有一整颗心呢 只敢交半颗 就是现在的你 但是他看不到 他以为的是你变了 以为的是你的心不再全部都是他了 以为你的心里真的是装了自己了 如果你真装自己多好啊 你为什么回头找他 只不过是因为眼前没有一个更好的吧 又没有更好的 但确实又需要有一个女孩子 能无条件地爱你 满足你的自信心 满足你的虚荣心 让你觉得自己不错 你太想念这种感觉了 所以找他 找了他以后 发现你所沉溺的那种感觉没回来 人还是那个人 但当初让我迷醉的 让我觉得还不错的 那一种强烈满足我的虚荣心的感觉 他怎么丢了呢 这就是今天你来找我们的目的 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帮你找虚荣心呢 没有 我就是觉得之前 确实挺亏欠他的 那你做什么了 你把他弄回来了以后 你做什么了 听到的都是你在抱怨 我生病了 他不管我 我给他买礼物 他居然不感谢我 我还听到他跟异性打电话 而我北个异性 他居然不在乎我 然后听到的都是你在 你做什么了 这么多年来他有什么变化 口味有变吗 喜欢吃的店还是那几家吗 喜欢的衣服颜色换了吗 身边的好朋友换了几茶了吗 你关心过他什么呀 你只是希望他回来 但一定要带着 当初给过你的感觉回来 让你又感受自己如君王 小伙子 你不配 哈哈